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三极哥 我表个小方去野外生存去了 现在我来带大家出户外去玩一下 经过这个油菜田这里 我们发现这里好像有那个水蕨菜 你看 我现在往前走 你看这里还有 我们之前视频里面有说过那个水蕨菜 别人都说是种的 现在我这里发现了好大一片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不是种的 这是野生的 现在我们去别的地方再看一看 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这里我们发现一片草原 都开花了 这花 下雨天已经都打得过了一点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发现的这个野果 大家有没有认识这种野果的 你看 哎呀 这个走了这么久肚子有点饿了 找一找路边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 哎 这里发现了这个 小时候经常吃的 哎 还是挺嫩的这个 这个 不是很好吃开呀 这个 这个嫩的好吃一点 甜一点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 有没有谁吃过的 尝一下这个 这个要比那个要甜一点 这个 现在我们来了一个甜蜜 这个 发现这里有小蝌蚪 用我们当地话 叫做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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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肠子挤出去 用那个开水烫一下 这个东西呢 我是不敢吃 因为这 不可能伤害这么多小生命 这个也是吃害虫的一种东西 这个 这里好多 这些滑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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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下来回家了